《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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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法》為什麼是藝術呢? 其實蘇法不單單只是把文字寫下來而已 它裡面包含的元素非常的多 包括蘇法家的訓練 蘇法家的情感 蘇法家的人格等等 這都是造成一件蘇法的藝術性 大家常常问我一件事 为什么书法欣赏这么难 我是何彦泉任职于书画文献处 我专长是书法史研究 论书铁为什么是国宝的原因 其实在于它的除了书法艺术是最基本的以外 它的内容其实保存了很重要的书法史的内容在里面 米符是送到一个很重要的书法家 那它是所谓的送四家之一 那这送四家就是菜书黄米 也就是菜香书东坡黄亭间跟米符 那也影响后代非常的深远 它其实做的都是小关 那一辈子大概就是不太得字 所以它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书画上面 跟书画收藏上面 米符一般也有人称它为米甸 那米甸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言行举止有点怪异 比如说它会穿古代人的衣服 对那它也会对着石头拜那个石头 称它为兄弟 所以它的言行举止在当时人看起来 就觉得它有点疯疯癫癫的 因此称它为米甸 这件国宝的特别之处呢 它并不是一封信 是一段笔记 那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一段千年前在骂人的一段话 它这段话里面骂了 最有名的草书家张旭 槐树跟高贤 这段笔记中骂到最凶的地方 就是提到说高贤以下的草书家 的作品只能够适合挂在酒楼里面 让大家欣赏而已 内容是草书若不入近人格策 涂成下品 张颠俗子 变乱古法 金珠凡夫 自有适者 槐树少加平淡 烧到天成 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 高贤而下 淡可悬之久世 变光有可真物也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段文字 到底他骂了些什么 他其实首先提到书法要进入近人的这个格策 这个格策就是所谓的他的规则 跟一个他的规范 那如果不进入近人的这个规范呢 就是变成下品 所以他直接把它定义为下品 那接着就来了 他从张旭一路开始骂 他先把张旭评为俗子 说他变乱的古法 那接着往下骂 就说槐树也是类似的状况 也是没办法写到高古 那接着到了高贤更惨 认为高贤以下的这些草书呢 只能够挂在酒店 酒楼里面让大家欣赏而已 这一些书法家呢 基本上都是他学习过的对象 那为什么他要这么 痛下狠心的骂这些人呢 这其实跟他的评论的手法有关系 他习惯使用所谓过河拆桥式的评论方法 就是利用这个学习过的书家 超越这些学习过的书家 来达到一种他自己的书法成就更高的这种意向 我觉得他的心理状态可能就是一种 他想要创造一个书史的概念 就是他是在写历史的人 那这是一段历史 那看到的人呢 其实你对书法史不够了解 或是研究不够透彻的人 就会被他误导 就会以为说 米福好像超越了张旭跟槐树还有高显 那很多人就会把这个文字误用 误用说 你看米福在批评这些大书法家 表示他的程度已经比他们好很多了 这个论书非常的珍贵的原因在于 除了刚刚提到说 他的书法写得非常好以外 其实他还保留了书法家的创作状态 那至于这个创作状态是什么状态呢 因为我们如果回到文字的内容来看 他一开始就摆明了说 他要骂这些张旭 槐树 高显这些人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他文字的前段一定写得非常跋扈 因为他就在骂他们 骂得很开心嘛 就跟你破口大骂某一个人 一定是一连串的骂完 可是我们如果注意看这个作品 你看到倒数第三行的时候 他发现一件事情 他的空间不够 他的纸不够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倒数第三行的字呢 开始变得比较局促 比较小 而且用笔出现了很多败笔 等到他这个倒数第三行写完之后 他发现空间又够了 倒数第二行又恢复正常 又把它整个写完 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可以在书法作品上面 看到一个书法家的那个脑中的 思绪的转变 在作品上清楚的看到 这是很难得的 那当他发现空间不够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那个书法家的紧张 跟他的那个处理的态度 那最后他怎么样把这个内容 全部整个写完 结束